你真的想离开我 我想听你说句真心话 听到我就死心了 算了吧 然后呢 算了吧 好吧 就这么算了吧 明天咱们就去离婚 也跟陈锋走吧 你不信 我说的是真心话 真的 如果还能给你一点点幸福 我就知足了 等将来的某一天 你能够想到我 想到我的好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散了吧 散了对你我 练习都好 我就接拖了 我现在就给陈锋打电话 喂 我已经决定和冬小涵离婚了 方凯是吗 你现在就来接她吧 从今天起她是你的了 你明白你在说什么吗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现在让冬小涵接电话 你过来接我吧 你没事吧 她有没有办法怎么样 她有没有办法怎么样 喂 喂 方凯 你过来 别跑 方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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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一个人静静 方凯 方凯 下来 咱回家 啊 方凯 下来 陪爸爸说说话 有天大的事儿 也不能往决炉上来 哦 哎 我都快憋死了 是因为小孩 是因为我自己 你是我的儿子 是我一想起来 你个自豪的儿子 你很出色 你很善良 我了解你 感情的事 面强不了 该散的 情留也留不住 让小汉去吧 以后 你的日子还很长 也许 你还会有别的女人 不可能了 为什么 我不配有女人 不配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人一辈子 尝尝呢 越长就越痛苦 谁也帮不了我 帮不了我 你说呀 放开 我就觉得 你和小韩之间 还有别的事 不然的话 小韩不至于 她是个好媳妇 曾经是 是我不对 我配不上她 你配不上她 上大学的时候 我学的专业是化学 那个时候我很勤奋 做实验 在实验室里一住 就是好几天 当时我觉得 只要我勤奋 就能换来成就 可没想到 换来的是噩梦 我不行了 什么不行啊 我失去了性功能 就这样 从什么时候记得 我说过 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有一个女朋友 就是因为 我失去了功能 她离开了我 后来毕业了 工作以后 我遇上了小韩 那就是 你和小韩结婚之前 已经 不行了 放开啊 你可真的不应该 这么折腾小韩呢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如果失去她 还不如让我去死 你离不开小韩 没有她 你就活不了了 还能怎么样 混蛋 还有我呢 你的父亲 你还有妹妹 我和小萌 是你的家人 这是个完整的家 你走了 想过我们怎么办吗 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痛苦 要都像你一样 自私懦弱 干脆都别活了 人活着 要准备好享受幸福 更要准备好 承受痛苦 爸 你错了 只要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无法改变我的无能 所以我只有选择离开 才是勇敢 才是彻底地爱我的妻子 董小韩 但是 我选择离开的方式 只有一种 那就是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只要我活着 我就放不下我的妻子 董小韩 爸 你放心 我就是自私 就是懦弱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男人 所以我刚才在那儿 我不敢往前卖一步 你就别着急 好了 小韩还是我的妻子 她在家等着我呢 你放心 她哪儿也去不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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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听话 送上门来了 轩总 走 谁啊 我是你邻居方伯 麻烦你帮他报个警 走 走 有种你就别走 轩总 走 走 轩总 走 轩总 站住 谁是护主啊 我 那你是谁啊 他是我们家第三者 都别说了 跟我走 走 走 你一起走 放开 没事吧 没事 你回我等着我 我一会儿就回 好 你在家等着我 我一会儿回 轩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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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